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热爱的,亲爱的你吃李献杨子的糖,我却知羡慕童年 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是两三年变大火》的剧了 只是当时小编抵挡住了朋友圈,微博等等信息的炮轰 看了个开头便搁浅了 理由很简单,带入不了那种为理想吃狂热血的状态 也不太理解童年对韩商言的一见钟情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了香蜜,竟然冲着羊子 回头把亲爱的,热爱的也追了一遍,果然没逃过真相定律 这种容理想与甜美爱情一路慢慢走来的剧情 确实比那些狗血甜宠剧倾心不少 尤其是剧中的童年让我印象深刻 在这并没有要夸杨柴的演技的意思 就剧中人物来说,学霸,软萌,傻白甜的童年 其实是一个精神富足内心强大的女孩 剧本童年的父母恩爱,有体面的工作 家庭小资水平,对女儿的教育显然也是很成功的 对女儿恋爱虽然有所干涉 但更多是给予理解与尊重 童母出于保护女儿 私下让韩商言离开童年的做法 让观众着实捏了一把汗 那是因为韩商言在年夜饭和初一拜年的表现 但凡是正常的父母都得有点看法 童年因为一见钟情如此主动去追 一个脾气不好,脸又臭的韩商言 正是内心富足强大的体现,敢于追求所爱 知道韩商言是SC界的杠神身份后 处处表现得小心翼翼 甚至有些可怜巴巴 那是他理解韩商言承担的压力和不容易 他并没有因韩商言的名气而自卑放手或羡慕讨好 他执着地追求自己认定的,并尽最大可能去帮助她 了解她,支持她 从这种意义上看 童年并不是表面上的傻白甜 而是自信坚定有主见的聪明女孩 这种来自内心的感染力 也正是打动韩商言地方吧 作为普通人 我们不是少年般的学霸 也未必都有一个美好小资的家庭 但是精神的富足 物质的自立 内心的强大却总能让我们活得更加精彩 02 肖战余生王牌部队获利剑新作《玉古瑶》 预告飙破3亿流量 顶流男神肖战靠住和杨子合作的都市爱情剧余生 请多指教 不仅获得官媒人民日报称赞在平平淡淡中更凸显爱情 亲情的伟大 是不只有颜值的甜宠剧 最近他受邀登上央视清明云诗会 朗诵苏式的会从春江玩景来迎接春天 还接连被官媒点名赞扬余生以及王牌部队 声势更上层楼 该剧拿下猫眼热度及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双料冠军 国内影视数据分析公司德塔文指出 该剧主要受众位20至40岁女性 肖战和杨子两人流量发挥极好 让余生达成开高走高的佳绩 且去年开播前夕被撤档后 反为该剧增加话题度 也加强网友的好奇 剧情虽重归重矩 但情感表达细腻 贴近小康家庭的真实写照 引发观众共鸣 因肖战和杨子的CP感太甜 让大批观众难以忘怀 纷纷敲碗再度合作 两人先前也表示 若有适合的剧本当然不排斥 网友历见两人演出国内知名小说家 顾曼的新作《焦阳似火》 顾曼曾创作夯剧和以生肖默 微微一笑很倾城 姗姗来了 如今焦阳似火转意开始选角 吸引大批资本投资之余 也让不少演员争先抢演 而肖战今年另有古装新戏玉谷摇带播 却迟迟不宣布确切播出时间 让新级的粉丝反复看了预告片解闷 播放量竟高达3亿之多 加上玉谷摇杀清后 所有内容保密到家 官方微博释出的剧照更是少之又少 就连肖战也说还没看过成品 他日前受访透露 因玉谷摇是古装剧 相当注重端正挺拔的仪态 在片场时刻提醒自己被挺直 我在片场不喜欢做 只要在片场 基本上我就站住 除非很累的时候就会坐一下 坐久了 我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会松懈下来 更透露剧中最深刻的是人物的情感 冲突和相互虐的部分 让大批粉丝笑说我们准备好面子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